怎么扑球才不会下网 大多数的同学在扑球的时候 看到这种机会球容易扑下网 今天我从两个方面给同学们讲解一下 为什么大家容易失误 第一个是对于这种球的一个认知不足 这种机会球我们看到到的时候 它其实是高于球网的 但是这个它其实只是它的一个瞬间 当我们要去扑它的时候 这个球会往下掉 那么我们扑到这个球的时候 有可能球已经低于球网 这种球我们就容易下网 那么这是从认知识面 我们重新来认识一下这种球 所以说这种球我们要想扑得好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抢点 抢什么点 就是抢在这个球还没有往下掉 还没有低于网口的时候去扑掉它 这种我们叫抢点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扑球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去发力 反拍的握拍握好 然后看到球以后我们去抢这个点 手直接对着球头拿出去 让机球点球头对向地面形成三点线 在这个基础上手上做一个轻轻的点球头的动作 这样球就能够扑过去 在扑球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引拍动作太大 就是我观察到很多的爱好者 在扑这个球的时候 先会做一个往后收拍的动作 这个收拍的动作会让你错过这个时间窗口 因为球会继续往下掉 在当你去扑到球的时候 球就已经低于球网 就容易下网 所以说通常情况下 在扑球的时候 我们就不做引拍直接拿出去 直接做扑球的动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们在扑球的时候 不要做倒腕的动作 扑到球以后 扑完球以后 仍然是保持手腕锁腕的状态 让机球点球头朝向地面 扑完以后仍然保持这个动作 千万不能做倒腕的动作 一倒腕的时候 你的拍头往下 机球点朝下 球就特别容易下网 OK 只要掌握好了我们的手指发力 去点一下这个球头 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抓到 这种机会窗口